好 政治新闻首先要带您关心 行政院决定删减退休军公教的年终慰问金 遭到部分退休人员的强烈反弹 也有立法委员连述提案要求收回这项成命 而行政长陈冲今天上午向媒体表示 他愿意倾听各界的意见 不过上午在立法院备巡时 陈冲肯定的说 行政院的立场没有改变过 今年就是只有月退缝在两万元以下 或者因公伤亡的退休人员 才能够领到年终慰问金 行政院日前大砍退休军公教年终慰问金的预算 引发部分退休军公教人员的强烈不满 桃园体票部队退休军人团体 甚至扬言要发动罢免国民党主席马总统 和六位国民党区域立委 让国民党立委倍感压力 部分国民党立委也联署要求 恢复年终慰问金 做一次通盘的检讨改革 然后分年分阶段来做调整 不要像切香肠一样 一次一次的拿出来蹂躏跟领略 我觉得这做法是不对的 那么身为民意代表 我们本来就应该要反映民意 尤其长久以来支持我们的人 我们不能够说抛就抛 感受到退休军公教的不满 向院长陈兄早上准备进入立法院备巡邪 表示愿意倾听各界意见 目前这个规定还没有正式的定出来 我想大家如果愿意提供很多建议的话 我们都很乐意来倾听 我们希望他们做一个最合情合理的一个处理 他们的处理就是可能成为我们最后处理预算的重要参考 下午在接受在野党立委质询时 陈兄则是重申 行政院的立场从来没有变过 你的态度不坚定 而且您开放的还要请大家提供 我说我们在今年定定 是要跟我上次宣示的 我们要照顾弱势 以及照顾那些曾经对国家有重大牺牲的人 陈兄强调退休军公教年终慰问金 竟然是注意事项 每年的情况当然就会不一样 未来是否打算将发放年终慰问金法制化 陈兄表示年终慰问金的发放不一定要法制化 也不是每项预算都必须要有法源根据 记者林夕郭峻林张国良台北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